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曹世拳术研究会的创办人及总教练 我练的是朱家拳师承钟青龙师父 我是朱家拳第五代传人 我在2000年已经向师父学习朱家拳了 那时候我才16岁 热爱武术的曹伟雄不只洗练朱家拳多年 他也热衷于学习永春拳 太极拳 太拳 空手道和马来武术 增加自己的武术衡养 2016年他创办了草市拳术研究会 除了继承和发扬朱家拳术外 也寄望他的土地们可以抱着一颗永无止境的求职心态 来钻研和学习武功 我们朱家拳的祖师 辽法师太 他哥哥是南少林祖师 自善禅师 辽法师太的寺院是和南少林寺在同一座山上 自善禅师将南少林功夫传授给辽法师太 辽法师太有两位女徒弟 他们分别是朱妙软和朱妙银 有一天他们目到一只鸟 正在攻击一只螳螂 然后螳螂把那只鸟击倒了 从那时候开始 朱家姐妹就把螳螂的打法 加了南少林的十种形象拳法 创了朱家拳 但那时候他们还没给这一个新拳法改名 很不幸 朱家姐妹在一个反清复明的任务中牺牲了 为了经理朱家姐妹 辽法师太就把这一个新拳法 取名为朱家拳 由于朱家拳是由朱家姐妹所创 所以它可以说是一套专为女性设计的武术 非常适合女性学习 祈福她的奉眼权手势 更是弱小女性还击男性敌人的有力武器 朱家姐妹觉得身为女人 如果她们用本来学的拳法 而对付比较强大的男人是比较难的 比如说女人打男人 男人不大觉得痛 如果男人打女人 女人要硬对硬的胆也比较难 所以她们就创了这套新拳法 来给女人对付比较强壮的男人 特别是练过拳的男人 我们朱家用的是奉眼拳 原因是奉眼拳的手型比较尖 就好像一支铁钉 如果和平拳 这种是平拳 如果是和平拳比较 奉眼拳就等于大概20倍平拳的压力 有些拳法也有用奉眼拳 但是我们的奉眼拳发镜的方法是比较特别 我们用的是三种 静力 第一是直重镜 第二是转镜 第三是勾镜 这个奉眼拳发镜方法 在短距离可以产生特别大的杀伤力 我们的目标是一拳就可以击倒敌人 我们打的是部位 穴位 如果我们把奉眼拳打在敌人的腹部上 有可能敌人还可以承受 但是如果我们打在眼睛 喉咙 太阳穴 心窝 下穴 敌人就立刻倒地了 朱家权是一个近身短打武术 他的寄机理论是朱家姐妹 目睹一只螳螂近距离连环攻击和控制 比他强大的猎物的手法而构想出来的 我们用的是以罗克刚 施量罗泉经 想象一下 如果女人要用应对应的方法来挡 男人的重拳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朱家权的打法是 会用灵活的步法避开敌人的攻击线 然后走到敌人的身边 使用连销带打的手法来击倒敌人 我们用的是短桥拳法 原因是女人的身形比较小 手脚也可能比较短 如果她们用长距离的打法 很大可能也打不到身形比较高的敌人 所以她们就要走进敌人的防线 才有机会击倒敌人 在这个距离的打法就是短桥打法 在这个距离比较高大的敌人 就不大方便出手 因为她们的手脚比较长 在短距离 控制和黏着敌人的手是很重要的 这是为了避免和敌人交换权 我打她 她也打我 这是没意思的 我们的目的是 封着对方的手来打 只有我打她 她打不到我 这一种就是螳螂的打法 所以这种朱家拳是非常适合女人练 如果男人练了就如虎天翼 朱家拳是属于短桥功夫 曹伟雄说 凡短桥功夫如勇春拳 克拳等都会注重封手技法 但朱家拳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那就是反封手 要是遇到也是短桥功夫的对手 双手遭对方封着 他们依然也可以使出反封手技法 逃出对方封锁 继而在出招击败对方 我们也有十种动物形象的手法 龙虎蛇荷豹 狮马猴相标 这一种朱家拳 我在其他地方还没找到 我们的基本步有 马步 钓马 布丁布拔马 基本步法就有 三脚马和四脚马 一把有穿心腿 斩垫脚 踩脚 虎尾脚和特费脚 穿心腿是用脚跟的 斩垫脚是用脚尖的 分别就是在这里 孤家拳有十五套 徒手拳 徒手拳有 开山拳 二十四点 二十四点开花 下山 上山 龙虎拳 鸳鸯二仙孤 童子拜观音 十大形象 凤连钉三拳 大武力 还有其他等等的套路 开山拳 二十四点 二十四点开花 是我们的基本拳 朱家拳 要练得好 这三套拳 一定要练得好 随着新武术的崛起 传等武术渐渐示威 原本就属于小众的朱家拳 更曾一度面临失传的窘境 为了能更好的传承朱家拳 曹伟雄于2015年 出版了一本名为 客家功夫艺术 朱家凤远拳的书籍 现在很多人认为 传统拳只是练套路而已 他们不懂得 传统拳原来也有实战训练 和有防身的作用 我们应该要更关注这一点 我们教拳的方法 应该要比较重视实战的训练 曹伟雄说 朱家拳是一个优秀的拳术 不耐过去的时代比较守旧 许多女性都不愿意学习武术 所以喜恋朱家拳的大多数都是男性 再加上这一门派的朱家拳术 只流传在马来西亚 所以成为了术国仅存的拳术 未来在传承和发言方面需要再加把劲 它也会竭尽所能继续地传授下去 寄望朱家拳在马来西亚 拥有开支散业的一天 显现视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